现在大家可能工作的都比较卖力 超时工作或者是熬夜 所以很多人胃都有点问题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胃酸过多这些问题 所以我以前也得过好长时间胃病 一年多才好 所以那段时间我也经常上网搜一下 什么东西对胃有好处 后来我在网上看这么说法挺有意思 说是胃部长反酸 喝粥能养胃是真的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贯任的一种说法吧 我的理念和我听到的是 觉得是吃面时是养胃的 我觉得在胃部不舒服的时候 可能喝粥会觉得比较舒适 但是不能起到养胃的作用 因为你说的是喝粥能养胃 这个养胃是它的重点和关键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喝粥也是关键 其实是吃面时才是养胃 是真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应该不是真的 应该是假的 关于 我觉得这是真的假的 这是真的 对 是真的 因为从小感觉生病啊 然后胃不舒服啊 然后爸妈都会叫我喝粥 冥想一下 你的胃 我想过冥想一下 有一些酸东西 然后你那个粥是白粥嘛 然后你喝进去就稀释了嘛 也有一定到 就稀释胃酸是吧 然后就排出来了嘛 然后就排出来了 好了 两位嘉宾都已经把答案给出来了 试试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我们的调查短片 胃不肠反酸 喝粥能养胃 是真的吗 粥有的地方也叫稀饭 喝粥养胃这个理念 似乎早已深入人心 尤其是在肠胃不舒服的时候 粥更是饮食的首选 我胃就不好 我喜欢喝比较稀一点的东西 吃硬了我会胃痛 肠胃不舒服的时候 就吃点小米粥 吃点粥 可是网上也有传言说 喝粥未必能养胃 文中说 对于胃反酸烧心的人来说 喝粥反而是雪上加霜 对于这样的说法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听过但是我不信 我接着才好喝粥养胃 因为好吸收好消化粥 难受的时候吃别的也不行 消化也不好 只能喝粥吧 至少是流食 流食的肠胃 总是也是好一点吧 好消化一点 大家都认为粥既清淡 又以消化 对胃肯定是有益而无害的 那么喝粥未必养胃的说法 又是否空穴来风呢 这胃肠反酸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 真相加分队决定 前往武警总医院 消化内科咨询专家 胃翻酸呢 实际上它是 胃食官翻流病的主要症状 我们食物进来之后呢 首先分布到 这个胃T和维度一部分 上面就形成了一个高酸区 在胃内食物的增加 它用量增加 酸带的上衣 引起我们所说的反酸 原来 由于胃部分纹等功能的障碍 这部分人 无法正常地控制胃内反流 而出现反酸 那么胃反酸的人喝粥 是否非但不能养胃 还会更加严重呢 我们喝粥的一般来说 水分度是个溜子的 所以这样喝了之后呢 就是漂浮在这个液体上面 它的高度呢 就往上增高 就更接近我们所谓的 胃食管结合部 甚至地突破了这个胃食管结合部 进入食管 所以呢 喝粥之后呢 更容易产生这个 酸的反流道食管 引起我们的扫心症状 那么对于胃反酸 不应多喝粥的问题 中医又是怎么看的呢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粥 有些情况是不适合的 就刚才您说的胃反酸这种情况 在中医我们脾胃 它是归一个系统 脾主生轻 胃主降酌 当人体由于某些原因 产生一些疾病以后 比如说胃的降的功能不行了 它不降反而生了 那么就导致我们所说的反酸 这个胃气上腻 而稀饭呢 它稀的东西 它对胃的沉酱 不会起好的作用 反而会随着胃气上腻 来加重这种反酸 和反胃的这种情况 看来粥对于胃反酸的人群 的确不是养护的食物了 那么这种情况 应该吃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就是我们用一些 沉酱的食物会更好 比如说干馒头片 干面包片 一些干的东西 同时专家也告诉我们 脾胃虚寒的人 喝有糖尿病的人 也应该少喝粥 原来喝粥养不养胃 也是要因人而异的 那么哪些情况 适合多喝粥来调养胃呢 像我们所说的 胃是让气候溃扬的活动器 还有一些 像激性胃肠炎的招器 那我们就希望你喝点 一小话的粥类的食物 对于粥的做法呢 必须要先泡 先用大火 把这个水煮开了 煮开了以后呢 一定要用小火慢慢地煮 它才能煮出米油来 就是里面的一些 蛋白质啊 脂肪啊 微量元素 才能够充分地混到粥里面 来对人体 起到一个更好的充氧作用 当然加上一些 什么山药 红枣啊 健脾异味的 要更好一些 所以这粥 虽然是易消化的食物 但是什么时候该喝 什么时候不该喝 也是有讲究的 正确喝粥 才能真正起到养胃的效果 那么刚才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胃部肠反酸 喝粥能养胃的说法是 假的 来吧 来啊 你怎么这么着急呢 不是啊 他肯定是想 等我没有准备的时候 他给我来一下 我随时准备着 来吧 随时准备着 来吧 来吧 那我们再等会儿吧 厌死不了 为什么 为什么每次我都错 这可能今天的运气的事 郑林两次都猜对了 其实跟那个生活的点滴 还是很有关系的 对 因为我是 刚才我也说了 要吃面食嘛 对 医生也说要吃干的馒头 或者面包之类的 和面条 对 其实面食是会养胃的 它不会让你产生 那个胀气 因为像米类啊 都是水稻嘛 其他还是属于 比较寒性的东西 对 所以对你胃部会更 更加不太舒服 对 然后很多面食那边 有碱 对 所以可以中和一下胃酸 对 是